第五章是要介绍array 阵列 那阵列的用途 其实这就是一个资料结构 那资料结构 几乎所有的reward的问题都会用到的 因为我们都要表现一群人生 一些医生 或者是一群护士 或者是我们讲说52张牌这件事情 这都是所谓array 甚至我们会有 two dimension array 我们就是说 我们如果以学院为主之类 然后资工系 电器系 设计系 或者是化工系 每一个系就是一个array 然后每一个系array里面又有K老师 V老师 系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先以那个department来分 然后department分完之后呢 又可以分那个迷世达 那个department的就变成二维 那又有可能变三维 比如说先用department分 然后再用那个班级分 然后班级就在学生 对吧 所以就变成所谓的三维 那不管是几维 我们都叫做正列 那C的正列跟java的正列是不一样的 C的正列就是一群记忆体空间 它就是一个array的class所造出来的 所以它讲说 在这个正列里面呢 它不是一群记忆体的空间 所以在C里面呢 其实只有单维的 就是single dimension 那为什么可以有money dimension的功能呢 因为money dimension的功能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用offset的方式 比如说第一维 就有10个整数的话 那整数是4个by的话 它就是tel 40个by 变成第二维 就类似这样的是C的概念 所以C呢 只有一群记忆体空间 也只知道开始的位置 然后我如果说是二维的话 这个是第一维 就是第二维 就是第三维的 那它怎么去知道说在哪里 就是这个叫做第一 这个是第一个roll 然后它每一个roll呢 需要多少个空间叫offset 所以这个是0 这是1 我们如果说mactory mactory的0 0 就是指这个位置 mactory的1 0 就是指这个位置 就是1 0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没有所谓不见的概念 没有 C因为这样子也比较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至少的array这边 C会比java快 那java的array到底 二维的array到底怎么表示呢 我们如果说先画的话 java的二维array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它首先呢 会有一个一维array 我们讲现在java的 java的metric mj java的metric 它的第一维一定都是array of option 然后之后呢 又是array of option 所以它的二维呢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不像它 所以这个是一个物件 在hip里面嘛 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物件 这也是另外一个物件 所以它是array of array的概念 java是array of array的概念 所以你要去抓这笔资料 它要先抓到这个资料 然后呢才抓到这个object 然后呢才抓到这个object 然后这个object之后呢再去做 所以呢这个mj0 这e0呢 实际上是要先抓到这个 这是0的位置 第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用不同颜色的话 可能区隔会比较好一点点 它会抓到这个位置 然后得到第二个object 然后第二个object之后呢 假设这个是1 然后这是3的话 然后就抓0 1 2 3 抓到第四个位置 这样子 所以它是array of array的方式 来存在我们的这个hip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java呢也支援array 但是这个java这个array呢 跟c的这个array呢 是完全不一样 不是有些不同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c呢 它没有物件的概念 它就是一块记忆体 那这是一块记忆体 整块记忆体 然后是分别 你每一个array的这个记忆体 就是一样 好啦 那因为它是一个物件呢 所以呢你都可以问说你多少个元件 好 第一个array可以 这边呢就有一个lens 长度 它就有一个长度的这个 所以呢每一个array呢 都有一个长度的这个概念 每一个array呢都有长度 相同的 这边也有一个lens 虽然每一个array呢 它都可以知道说它到底有多少个 这个物件的图存在里面 所以呢它讲说透过java的阵列 我们可以使用某些方法跟属性 这个属性用最多的就是长度 到底呢你的有多少个元件呢 储存到这个array里面 ok 好那这个方法最常用的就是 就是括号i 就是 就是第几个元件 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抓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个方法 就是index of 这个方法 好 那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看了 我们第二个作业里面呢 要存放52张牌呢 在第5张的时候呢 才真正讲到array 好 这个array里面我们介绍 什么叫做array 然后介绍java的array 然后多维的array 不只是二维 多维array 到底怎么表示这样子 还有就是这个 其他跟array相关的 这些class 好 那array当然是非常重要 这个array呢 任何的高阶语言呢 都会提供的这个array 那我们提供的array 其实非常多 就是我们 这个array里面呢 我们就是 传统的array的写法 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宣告一个float float 然后呢 我们这就代表是array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float的array 叫float 然后我们就等于 可以new 我们可以new一个float的物件 然后如果说是 这种array的话 我们有另外简简的方法 就是说 就是1.1f 然后2.2f 这样 所以呢这个array里面呢 有两个物件 然后就可以用这样的 就是传统的 c的array的方式来做 好 这是一个简简的方法 我们可以new 正常的话应该是new newfloat newfloat 然后后面就是括号 它要储存的内容 那我们就先不讲这个 就直接呢 用array的这个括号呢 就可以了 来做了 好 那什么是array 就是一个能够储存大量 而且是也不用大量 多数应该就讲多数就好了 这不一定要大量 只要多数 而且同性质的物件 好 那什么良好的环性 其实就是记忆体空间 这是一个记忆体空间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不用 假如说我们有52个学生的话 我们第 这个 我们就可以说学生 student的 这个 第几个 第一个学生 应该说第一个学生 第二个学生 用一个相同的变数 就可以找出52个学生 所以 所以呢 我们就说不用很多变数 就一个变数 可以来代表一群人 可以代表一群人 这样 好 那当然是每一个array里面的 每一个array里面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抓得到 我们就透过这个array的名声 然后再括号 index呢 就抓到 然后我们可以把资料储存进去 好 所以呢 这个array呢 就是资料相同的这些变数 那这例子里面呢 我们说 我们如果说要把公司 每一个月的这个营收呢 把它计算出来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首先呢 我们要宣告array array 这个当然记住 那个所有的变数都是消息 所以呢 我们宣告一个array 后面再讲什么宣告 然后呢 我们把第一个月 跟第十二个月里面的做加重 就是sum sum加month s小写 然后m小写 那最好加一个s month 那是month里面的第一个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 从0第一个月 加到第十二个月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今年的营收 整个year到比有多少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说 每一个元件 每一个元件 相当于是一个变数 因为它可以储存 就是说它应该可以 就是说这个 month month 0 然后month 1 那这边呢 有到month 11 有十二个e 十二个变数 可以来储存 但是呢 我们只要记录一个m 这个开头的这个 就可以了 那透过索引 就是索引 就是0 1 2 这些索引 11 那就可以直接取得 这个array里面的元素 那如果说你会array 大家就 就 已经都可以知道了 那如果说你还不清楚的话 array就是一群 这个 这个空间 然后呢 你可以像你讲 就是array 变数 然后有0到 以这个例子来讲 0到12 0到11 12个月的资料 都可以 就是一个变数值 可以把这个音乐放进去 好 那所以呢 因为我们用这个array呢 那就不要去有大量变数的命名 所以城市的可图性就比较高 所以呢 一般的城市员呢 都会支援array的下构 array的下构 array的下构 array的下构